自如葛之战 东周王室战败以后 各诸侯国看到王室衰微 离心倾向日益严重 一些有实力的诸侯 开始有意识地策重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 以各自的邻国弱国为兼并目标 开始了兼并战争热潮 小国弱国担心自己被大诸侯国兼并 也积极求生 或依附大国 或自力更生壮大实力 通过兼并使自己变成强国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 中原以东的齐鲁长勺之战 先说说齐鲁两国的基本情况 齐国坐用今天的山东大部分地区 既有沃野良天 又有沿海雨漓 物产丰饶 势力逐渐强大 齐桓公继位以后 历经图治 又有管仲 暴树牙 宁器等贤臣的鼎力辅佐 齐国在齐桓公时期 一跃成为当时中原东部实力最强的诸侯国 鲁国本是周公弹之子 薄秦的封地 国都为今天的山东屈服 有周氏正统之名 政治威望极高 到鲁庄公时期 鲁国国力达到顶峰 虽然综合实力不如邻居齐国 但仍能奋起与齐争雄 再说齐鲁两国之间的矛盾 齐国与邻居济国有仇 济国及今天的山东寿光 济国与鲁国联姻成为盟国 齐军进攻郑国时 郑国又与鲁五国结成联盟 于是齐国与宋魏燕结成联盟 鲁国与济正结成联盟 两个联盟相互对抗 这直接导致齐国与鲁国会产生直接冲突 这是齐鲁第一层矛盾 公元前694年 齐相公射继杀死鲁王公基云 鲁庄公基同继位 齐国趁机攻打继国 刚继位的鲁庄公忙于处理国内事务 暂时无暇对外 而政国内乱无法出兵远继 齐国便一举攻占继国 继国成为齐国的附庸 鲁继政联盟名存实亡 这是齐鲁第二层矛盾 公元前686年 齐相公江柱尔被大臣连称管制副暗杀 公子小白在与公子鲁争夺王位的角逐中获胜 继位为王 这就是齐桓公 为于鲁国在这场角逐中 支持公子鲁 让继位为王的齐桓公对鲁国十分不满 鲁庄公也因为公子鲁没有当上国君 而对齐桓公十分敌视 公元前685年 鲁庄公强送公子鲁进入齐国 双方大战于齐国干食 即今天的山东自博市林姿区西北 鲁国惨败 鲁庄公无奈杀死公子鲁 交出曾以弓箭射杀齐桓公的关注 这是齐鲁第三层矛盾 三层矛盾加持下齐鲁大战一触即发 公元前684年 即位才两年的齐桓公急需立位 任命豹树牙为总指挥率兵车三百胜入侵鲁国 齐鲁大战爆发 齐军兵强马壮 军容严正 且是有备而来 威武无比 鲁庄公听取当时还是白身的曹贵的建议 并没有立即与齐军接战 而是将大军兵车三百胜 推到地形有利于鲁军的长勺 即今天山东来武东北的地区 与齐军相持 齐军不久前刚取得齐鲁干石大战的大胜 此时再次面对鲁军 不免有些高傲自大的情绪 齐帅爆树牙 命王子臣父 东波牙 兵虚无 帅大军向鲁军阵地发起猛攻 鲁庄公在曹贵的建议下 命鲁军严守阵地不得出战 只以强弓禁弩向齐军射击 齐军声势浩大冲击而来 却没有厮杀对象 个个憋着一股气退回 稍事修整后 齐帅爆树牙 命大军再次攻击鲁军 鲁庄公正欲命大军出击 又被曹贵拦下 像第一次一样 鲁军并不出战 只是以弓箭拦截齐军的进攻 这次齐军又没有厮杀对象 不免有些疲惫 但是又冲不进鲁军阵地 使得退回 两次进攻 而窃战决定再次进攻 曹贵 正中看到齐军第三次进攻 虽然依然绅士豪大 但是势头却远没有前两次弄的免业 所以向鲁庄公表示 可以出战 鲁庄公亲自没语 命令将士出击 被缓截的两次裸鲁 听为允许出战的命令 各个精神绑法都指 争先后向齐军冲拳 在巨大的精神服务下 鲁军很快把齐军打得七零八落 后不成功 齐军败腿 鲁庄公军命令大军追击 又被曹贵以朋友炸卫游揽住 曹贵崩刀远端撤退的齐军 军人狼狈 歪七扭八 战鼓凌乱 但是还不放心 又到战场看到齐军车辙凌乱 这才确认齐军确实是溃败 而不是仰扮诱敌 虽然鲁庄公命令大军猛烈追击 鲁军得力后精神振奋 猛击溃败的齐军 搅破了大量刺重和军车 此战鲁军大胜 一血干屎之战的耻辱 国内闻之更是振奋非常 战后 鲁庄公问曹贵 为什么面对齐军两次进攻而不理 只在第三次进攻时才出战 曹贵说 齐军兵强马壮 军容严正 斗志昂扬 且远道而来 必求速战速决 正是齐军锋芒正胜之时 此时若与其接战 军事必因干屎之战惨败而切语作战 前两次进攻不予理睬 只以弓箭射击让齐军无法靠近 尽管齐军气势凌人 但是没有发泄对象 必定会士气敌落 等到第三次再进攻 齐军疲惫 且气势已不如铁两次 但鲁军是第一次出战 精神饱满 体力充沛 此时接战 必定能一战而克制 两军接战全凭勇气 一股响士气高昂 二股响士气衰退 三股响勇气殆景 这是出击的好时机 这就是我们在语文课本上学的 草贵论战 甘石之战时 鲁庄公为了自己的利益 强行送公子纠去齐国 挑战以极位的齐桓公 齐桓公怒而姓兵 大败鲁军 对于齐桓公来说 是正义之战 胜得理直气壮 长韶之战时 齐桓公因为积怨而姓兵乏� 于情可以理解 但是于理有亏 所以对鲁国来说 是抵御侵略的正义之战 也胜得理直气壮 这也说明了 不能自私强大而无故性病 长韶之战的胜利 还在于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即鲁庄公支持而后勇 并且布局一格齐用人才 甘石之战鲁国惨败 正庄公并没有因此消沉 或者聚其归附 而是力经图治 为学耻做准备 长韶之战爆发后 鲁庄公也没有被仇恨和耻辱 蒙蔽双眼盲目出战 而是虚心接受 当时还是白神 并没有因为曹贵出身低微 而刚毕自用 战争开始后 一次又一次的 与曹贵讨论 战争局势和克敌战略 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可贵的 个人认为 长韶之战的爆发 也有历史的必然 王室东迁后 特别是儒格之战后 诸侯各国 都在机局扩充军事实力 无视天子禁令 为兼并战争做准备 王室衰微 高度自制的诸侯国 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安危 不得不通过兼并来扩大领地 在农业社会 领地就是最大的财富 齐鲁作为邻居 齐国的国力占上风 但是鲁国的政治影响力占上风 各有优势 二虎为零 相互攻伐是避免不了的 所以长石之战 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并不能说齐桓公 纯粹是因怒而行兵 报复只是直接原因 兼并土地才是最终目的 长韶之战的规模 在春秋争霸浪潮中 算不上大规模战争 但是此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意义 就是曹桂论战 曹桂对于战场局势的理解 标志战争由单纯攻防 发展到一种艺术 早期战争大多数时候 都是由兵车相互冲击 并没有很多计谋 但是在长韶之战中 曹桂通过观察 并利用齐军的士气 原为调节战场节奏 面对来势汹汹的齐军 主动避其锋芒 带其疲惫再出禁旅机制 以弱志强一战而胜 这或许正是抗日战争时期 我军敌进我退 敌批我打战略思想的出处